我们说到八卦掌啊 其实一定要感谢我们的这位创始人 董海川老先生 当然我们作为后辈来讲 不了解他的创这套掌法的缘由 但是我觉得练习起来非常具有身法的灵活性 所以啊 很适合普通人可以来练习一下 反复的练习 可以练进我们身体的灵活性 在川掌和落掌之间了 你会发现他需要很强的控制力 好了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